如何让男人对你死忠热情 我教你三招总管用 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 很多男人在娶你的时候都会向你承诺 他会一辈子对你好,自死不渝 可是一旦结过婚 他就要出去偷心,从而背叛你们的婚姻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如何让一个男人对你死忠保持热情和爱意 第一,不要太依赖他 不管你有多爱你的老公 但一定要切记,一点就是永远都不要去依赖他 每个女人都不要认为嫁给一个男人 自己就可以整天游手好闲 刚开始你会觉得他对你很好 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发现 他对你越来越冷淡 因为他觉得你和外面那些有能力的女人相比 你真的是差远了 所以女人们永远都不要做男人背后的小鸟依人 不要一遇到事情就去找你的老公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可以完成的 不要动不动就去问你的男人要钱 试着一段时间不要去问他要钱 渐渐的这个男人就会在意你 并且还会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对你越来越好 这招就叫做欲擒故纵 第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时刻注意的着装打扮 有的女人在没结婚之前 她就会每天精心打扮自己 从而让那些社会上的男人注意到 但是当他们结过婚后就会慢慢懒散起来 从来不会去在乎自己的着装打扮 甚至自己还很年轻却打扮得像四五十岁的老太婆一样 这样就会让很多男人都会疏远你 说要让他们觉得你这个女人很邋遢 所以女人们不管自己是已婚还是未婚 不管自己年纪轻还是年纪老 都一定要学会时刻打扮自己 要让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当你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 这使你身边的那个男人就会非常在乎你 他顿时间也会感到危机感 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勤快一点 都说世界上没有丑陋的女人 只有懒惰的女人 第三离开她一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感情非常好 每天都想和对方腻歪在一起 一刻都不想分开 每天在一起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可是时间久了 我们就会发现 两个人总是会因为一些鸡毛涮皮的小事情 而大吵大闹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动手动脚 所以这个时候 女人们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男人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天面对一张脸 终有一天会感觉到厌烦的 所以这个时候离开她一段时间 她就会慢慢去联系你 并且还会不断地说一些好听的话 目的就是想让你能够早点回来 因为她一个人生活觉得很孤单 所以女人们永远都不要作践自己 一定要让男人觉得他们离不开你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女人们永远都不要在男人提出分手了 你还死气歪裂的去纠缠她 像这种男人不管你怎么去做 他都不会再去真心你 所以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 你就立马离开他 这样他才会认为自己当时做的决定 冲突了 以上三点希望女人们好好去践行 如果你做到了以上那些 却还是无法留住一个男人 那么就不必浪费时间 因为有些人注定是不属于你的 你要做的不是和他们纠缠 而是去把你的好给那些增心你的男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